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张爱玲传 张爱玲孤单而又丰富的一生 有句话很多读者都非常熟悉 生命是一席华美的袍爬满了枣子 简单的几句话对人生描写得生动又深刻 这句话出自张爱玲的文章《我的天才梦》 写这篇文章时张爱玲只有18岁 年纪轻轻的张爱玲为什么对生活有如此深刻的洞察力 这位知名的女作家又有哪些传奇经历呢 今天我们就从张爱玲传这本书中探索这位女性曲折丰富的一生 张爱玲传这本书的作者是林小光 她写有李鸿章全传 林徽因传等多部传记 张爱玲传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一个人的倾城之恋》 这本书在描述张爱玲生平的基础上 与张爱玲的作品相结合 带领我们窥探张爱玲传奇的一生 我将分为三个重点为你解读这本书的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 人们常说湖南城对张爱玲影响最大 实际上却另有其人 第二个重点是 《色戒》这部电影中原来有不少张爱玲自己的影子 第三个重点是张爱玲在国内宏极一时时 她为何去了美国 又何以在美国孤独终老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这部分呢 你了解对张爱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每谈到张爱玲 人们都习惯的想到湖南城 这个人对她的生活和事业有重大的影响 但实际上张爱玲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并不是湖南城 张爱玲敏锐的洞察力 清冷的性格 婚姻的抉择都与两个人息息相关 这两个人就是张爱玲的父母 很多人都知道张爱玲出身名门世家 是李鸿章的后代 她的家族情况具体如何呢 我们就从她的祖父开始说起吧 张爱玲的祖父叫张佩伦 是晚清时期有名的才子 张佩伦是李鸿章的高级门客 李鸿章将自己的长女李菊偶 嫁给了张佩伦 婚后两个人情深义重 相处和谐 生育一子一女 他们的儿子张庭仲 就是张爱玲的父亲 张庭仲从小锦衣玉食 饱度诗书 张庭仲七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李菊偶立志将儿子抚养成才 如果在科举制度下 张庭仲大有科举种地的希望 可封建王朝的没落 带走了张庭仲的前途 张庭仲成了一个财华横溢 却无处施展报复的顽固子弟 自张爱玲的祖父去世后 张家一直在走下坡路 但是张爱玲的祖母 有丰富的嫁妆 这些房产啦 田地啦 古董啦 足够当时中产阶级家庭 几代人享用 说完张爱玲的父亲 我们再来说说张爱玲的母亲 张爱玲的母亲叫黄素琼 她是清末长江七省水市提督 黄一生的孙女 典型的名门千金 长得也非常漂亮 张爱玲父母的联姻 在当时被传为佳话 婚后生有一双儿女 女儿就是张爱玲 张爱玲的母亲是思想前卫的女性 她认为男孩可以继承张家的祖业 但女孩必须得自食其力 黄素琼非常重视对张爱玲的教育 张爱玲很小就能认字被诗 这为她今后的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爱玲四岁之前的回忆 充满了家庭的温馨 张爱玲的父母虽然感情不错 三观却差别很大 黄素琼崇尚民主与西方文明 可张庭仲是典型的清末一少 更封建保守 张爱玲出生时正值五四运动 民主自由思想的传播 很多人去欧洲游学 黄素琼虽然也有这个心思 但还是很顾及家庭 同样的社会背景下 丈夫张庭仲觉得满肚子的四书五经 没有用武之地 满满沉迷于鸦片 夫妻二人渐行渐远 这种状态下 张庭仲的妹妹张茂渊要出国留学 黄素琼顺势和小姑子一起出国 母亲就这样离开了年幼的张爱玲 张爱玲八岁那年 黄素琼最终还是割舍不下家庭又回来了 黄素琼把西方文明传递给女儿 读书弹钢琴成了张爱玲快乐的回忆 黄素琼也想把张爱玲打造成西式淑女 可母亲离开的这几年 张爱玲散漫惯了 这些东西对于张爱玲来说特别的困难 不管张爱玲怎么努力地讨好母亲 她就是学不会 母亲失望透顶 恶狠狠地对张爱玲说 我宁愿看你死 也不愿看你活着 使你自己处处受痛苦 母亲的严厉与失望 让敏感的张爱玲一度想到轻生 张爱玲十岁那年 她的世界发生了两件大事 由于父母思想差距越来越大 父亲再度吸食鸦片 父母离婚 张爱玲和弟弟由父亲抚养 张爱玲日后的教育问题需要征得母亲同意 与此同时 母亲为张爱玲安排了皇室小学的入学机会 由于张爱玲的聪慧 她一进学校就成了六年级的插班生 隔年进入了圣玛利亚女校学习 朝着母亲安排的淑女目标前进 而始料未及的是 母亲又一次没有预兆地离开中国 母亲的得而复失 亲情的求而不得 让张爱玲越来越敏感孤独 与此同时 她也显露出英文与国文方面惊人的才华 张爱玲的父亲在离婚后 和一个叫孙永帆的女性结了婚 这个女子和张婷仲都喜欢吸食鸦片 后母毫无教养 张婷仲在婚后性情大变 和后母一起对两个孩子恶语相向 全打交替 张爱玲的母亲回国 希望带张爱玲出国 后母不肯出资 几番争执下 张婷仲将张爱玲打得死去活来 还把女儿关了起来 张爱玲差点死去 几个月后 她在用人的帮助下逃出了家 投奔母亲和父亲断绝往来 然而现实总是那样的残酷 张爱玲与母亲的关系充满矛盾 张爱玲达不到淑女的标准 在失望中母亲对她恶语相向 同时 母亲生活拮据 张爱玲每次向母亲要钱 黄素琼的态度都不算好 向母亲要钱 成了张爱玲难堪的回忆 好在生活不至于 让人完全绝望 1938年 张爱玲在伦敦大学远东区的考试中 获得第一名 开始了在香港的求学生涯 一年后贫困的张爱玲获得了800元奖学金 母亲竟然以保管为名 将钱挥霍一空 至此张爱玲突然觉得 多年苦苦追寻的母爱 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让她留恋的了 再后来 黄素琼常常没有音讯 母女二人嫌少联系 多年后 黄素琼病死一乡 临终前给张爱玲留下一箱古董 好 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在这部分 我们了解到张爱玲的家庭状态 张爱玲出身名门 她从小接受中西教育 显示出过分的聪慧 却有一个吸毒的父亲 和一个追求自由的母亲 她四岁时父母出国留学 八岁时母爱时而复得 十岁时父母离异 中学时母亲又不告而别 母亲在她的童年中 时而消失 时而出现 她努力想成为 母亲期待的淑女模样 却始终难以成功 这换来母亲极端的失望 与恶毒的批评 父亲再婚后 父亲与后妈 对张爱玲恶语相向 劝打脚踢 限制自由 在逃离家庭之后 她投奔母亲 却因经济问题 面临不少难堪 在这样的生活下 张爱玲凭借自己的努力 考入伦敦大学远东校区 得到的奖学金 被母亲挥霍一空 原生家庭对于张爱玲来说 是一个矛盾的存在 一方面 良好的家庭教育 是张爱玲文学成就的基础 曲折的家庭经历 令她对人生有犀利的洞察力 可以说 原生家庭的幸与不幸 成就了她的文学 另一方面 求而不得的母爱 苦苦争取的亲情 这些都让张爱玲从小缺乏安全感 性格敏感孤僻 原生家庭的不幸 又影响着她人生中 一个个重大的选择 所以说 父母是影响她一生最大的人 说完了张爱玲的原生家庭 我们接下来走进第二个重点 看看色戒这部电影中 张爱玲的影子 色戒这部电影曾经轰动一时 在电影中 爱国女学生王家之 以情妇的身份 卧底在汉奸易先生身边 王家之本和同伴 计划刺杀易先生 到了紧要关头 却心生不舍 警告易先生逃跑 而后 王家之被捕牺牲 有几个问题 引起了观众的争论 为什么一个爱国女青年 会喜欢上一个汉奸 为什么一个爱国女青年 会牺牲自己的性命 去救一个汉奸 现实中 张爱玲和王家之一样 也喜欢过一个 大家口中的汉奸 这个人就是我们之前 提到的湖南城 三毛写的滚滚红尘 就是以张爱玲 与湖南城的故事 为背景改编的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 两个张爱玲 与湖南城的故事 我们在第一个重点中 提到张爱玲 来到港大读书 在港大 她虽然性格孤僻 经济拮 但是成绩相当优异 在文学上显露出 过人的才能 她的名片 《我的天才梦》 就是在就读港大 期间完成的 香港的文化兼容 西方文明 与古典传统 张爱玲在此 不断地学习 这为她日后的写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战争的关系 香港沦陷后 港大变成了临时医院 张爱玲学业中断 不得不回到上海 暂住在姑妈家里 这个时候的张爱玲 22岁 以写作补贴生活 张爱玲用英文 写影评和剧评 并向上海 《泰晤士报》投稿 从此踏上文坛 出版了 《紫罗兰》 《青城之恋》 《金索记》 《红玫瑰与白玫瑰》 等多部小说 和精彩的散文 成为当时 文坛四大才女之一 其中 张爱玲的小说 《封锁》 得到了胡兰城的关注 胡兰城比张爱玲大 十四岁 这个人在写作方面 很有才华 是汪精卫政府的 得力骨干 当时诸多亲日文章 都是胡兰城写的 后来 他跨过汪精卫 与日本方面建立联系 诸多因素下 汪精卫政府 将胡兰城逮捕 在日本军方的干预下 胡兰城出狱后 在南京休养 此时他读到了 张爱玲的小说《封锁》 胡兰城生性浪漫 这篇文章 关于婚外感情 与浪漫爱情的描写 深深地打动了他 张爱玲这三个字 也深深地印在 胡兰城的脑海里 他从南京回到上海 撇开妻子不见 第一件事就是找人 要张爱玲的住处 胡兰城登门拜访 被张爱玲的姑姑挡了回来 胡兰城留下自己的名字 和电话号码 不甘心地离开 吃了闭门羹的胡兰城 本来很不爽 没想到一天后 胡兰城接到了 张爱玲打来的电话 张爱玲要回访胡兰城 初见张爱玲 胡兰城觉得张爱玲 虽然身材高大 气质却如小学生一般 和胡兰城想象的全然不同 而胡兰城身材修长 才华横溢 文文尔雅 胡兰城的成熟与才情 让张爱玲感到震撼 两个人初次见面 就聊了五小时 没有客套和拘谨 非常谈得来 第二天傍晚 胡兰城又回访张爱玲 张爱玲向胡兰城坦诚 加重历史 也坦诚自己更渴望 平凡安稳的人生 张爱玲的坦率真诚 让出身平凡的胡兰城 不再觉得自己身份低微 而胡兰城的谈吐 与书信 也表明他对张爱玲的理解 此时 张爱玲的书信中 记下了 筷子人口的那句话 因为懂得 所以慈悲 接下来的日子 胡兰城几乎每天 都去找张爱玲聊天 两个人的感情渐渐加深 此时 张爱玲的姑姑担心起来 他告诉张爱玲 与胡兰城交往要谨慎一些 一是胡兰城政治背景污浊 二是胡兰城已有七世 这些都是很现实的事 无奈中 张爱玲给胡兰城送去字条 告诉胡兰城不要来见他了 可胡兰城不理这些 照样前往 张爱玲在纠结中不忍拒绝 张爱玲对胡兰城的感情 从许多小事中可见一般 比如每次胡兰城过来都会留下烟蒂 胡兰城离开后 张爱玲就把这些烟蒂保存在新封里 几天以后 胡兰城在一场饭剧中回来 借着酒气 直接了当地问张爱玲 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张爱玲并没有正面答复胡兰城的求婚 之后的半个月 胡兰城再没有出现 胡兰城的这一招欲擒故纵拿捏得很好 这段时间 张爱玲在思念与纠结中 更加明确自己对胡兰城的心意 张爱玲原本性情清冷 也没有政治观念 在她看来 胡兰城的政治身份不算什么 胡兰城懂她才重要 只是她在意名分 不愿意勉强胡兰城 也不愿意委屈求全 后来 胡兰城与妻子离婚 胡兰城担心自己的政治身份 日后会拖累张爱玲 她和张爱玲结婚时 除了一纸婚书 没有任何遗事 胡兰城在婚书中写道 愿使岁月静好 现实安稳 婚后 两个人的生活非常融洽 她的文学作品 在这个期间也较为丰富多彩 只是 这美好的生活只持续了三个月 1944年底 胡兰城调往武汉 两个人树心往来 寒情默默 开始的日子也还融洽 只是由于时局的战乱 生性的风流 胡兰城爱上身边的护士小周 他们在武汉 同居在一起 对胡兰城来说 她既需要有才情的女性 给她灵感 也需要贤惠的爱人 陪伴左右 张爱玲备受伤害 1945年8月 日军投降 胡兰城开始了逃亡生活 哪怕在逃亡期间 胡兰城也不改风流 本性 她逃到温州时 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女性 生活在一起 1946年2月 张爱玲 跋山涉水 来温州 看望胡兰城 言谈间 张爱玲感受到 她们之间的生疏 凭借女性的敏感 也发掘了胡兰城 与其他女人的感情 张爱玲请胡兰城 在她和其他女性之间 做出选择 胡兰城搪塞过去 始终不肯给张爱玲 一个明确的答案 张爱玲在失望中 独自离开温州 胡兰城逃往日本之前 回到上海 她到张爱玲家中 两个人分室而居 第二天清晨 胡兰城向张爱玲道别 张爱玲泪水不断 紧紧地抱住她 在哽咽中 只叫出一句蓝城 这就是两个人 最后的诀别 之后张爱玲给胡兰城 寄过一封诀别信 随信附带一张 三十万的支票 胡兰城逃往日本后 两个人再也没有见过 由于这段 不堪回首的经历 张爱玲的创作 一度陷入低谷 由于与胡兰城的交往 张爱玲在今后的一段时间 都背负着文化汉奸的嫌疑 好 以上就是第二个重点 在这个重点中 我们解读了张爱玲 与胡兰城的情感经历 性情清冷 缺乏安全感的张爱玲 遇到胡兰城后 找到了久违的知己 二人惺惺相惜 思想上有着强烈的共鸣 估计的张爱玲 太需要一个懂她的人 于是以飞蛾扑火般的热情 与胡兰城交往 胡兰城与张爱玲 在交往时是真诚的 专一的 而胡兰城在辜负张爱玲时 也毫不含糊 由于胡兰城 张爱玲的创作一度丰富多产 也同样因为她 张爱玲的创作一度陷入低谷 并背负着文化汉奸的嫌疑 张爱玲与王家之都缺乏情感寄托 色界中 王家之用以生命为代价 爱上汉奸易先生 现实中 张爱玲以个人前途为代价 与胡兰城交往 张爱玲虽然生命仍在 精神却枯萎了 她笔下的色界中 卑微的王家之 也正如她自己的人生 说完了张爱玲与胡兰城的情感 我们走进第三个重点 看看在国内宏极一时的张爱玲 为何怨赴美国 在第二个重点中 我们提到了新中国成立后 张爱玲背负着文化汉奸的称号 一方面这源于张爱玲与胡兰城的交往 另一方面也因为当初张爱玲成名心切 对发表自己作品的刊物并没有谨慎选择 经历了情感打击和事业坎坷之后 她一度非常消沉 1945年4月到1947年4月之间的两年 张爱玲基本上从文坛引退了 1947年4月张爱玲发表付出后的第一部作品 《华丽园》 接着又发表了小说《多少恨》 《十八春》和《小爱》 其中《十八春》后来被更名为 我们如今所熟知的《半生园》 在这一阶段 张爱玲作品的写作手法有了明显的变化 主题也更符合时代的需求 1950年的夏天 张爱玲应邀参加上海市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 张爱玲性情的落寞与会上慷慨陈词的热烈气氛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张爱玲明显感觉到自己与环境的格格不入 第二年9月 全国开始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 这些政治变化让张爱玲隐隐隐感觉不安 想到自己家庭的出身 自己与湖南城的婚姻 还有自己的作品都可能存在潜在的风险 经过权衡张爱玲在不舍中离开上海 怨赴香港 在香港期间张爱玲经济拮据 机缘巧合下 她在美国驻港领事馆新闻处争取到一份翻译工作 业余时间继续自己的写作 完成了小说央格在美国的出版事宜 不过哪怕远在香港 她仍然对于大陆的形势感到不安 而此时美国颁发难民法令 允许少数有专长记忆的外国人入境美国 1955年张爱玲向美国提出入境申请 并获得了批准 如果说张爱玲在上海时是大红大紫的 她在美国时可以用贫困潦倒来形容 没有经济来源的她向迈克道威尔文艺营提出援助申请 文艺营开放而包容 在这儿她认识了一些艺术家朋友 包括赖亚 赖亚是一个大张爱玲29岁的老头 年轻时她只是渊博文学出色 很多美国作家都是她的朋友 在好莱坞也曾有一时之地 年轻时赖亚并不缺钱 花钱大手大脚 随着年龄的增大 赖亚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 创作经历也日渐衰退 加上也没有攒钱的习惯 晚年的赖亚贫困潦倒 赖亚与张爱玲两个人非常的叹得来 互相分享对作品的感受 赖亚风趣幽默 宽厚仁慈 两个人逐渐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1956年8月 两人结婚 这一年赖亚65岁 张爱玲36岁 从现实角度来说 赖亚并非一个理想的结婚对象 拿我们今天现实一点的话说 她又老又穷 身体又不好 也许对张爱玲来说 胡兰城也好 赖亚也好 这些人懂她就好 张爱玲太需要人 给她温暖的家 文艺营并不能长久地收留她们 婚后她们开始了各地租房度日的生活 不过对张爱玲来说 这些贫穷漂泊的生活也是幸福的 可是老天似乎太嫉妒张爱玲的才华 不肯给她长久地平稳 婚后不久 赖亚就中风了 在张爱玲的细心照顾下 赖亚渐渐好转 在赖亚康复的日子 她们的生活拮据而温馨 她们一起做饭 一起去市场 掏便宜的东西 一起写作 互相鼓励 这些都让张爱玲感到满足 可在之后的一些年 赖亚反复中风 一次比一次严重 照顾病人 称了张爱玲生活的主要内容 那时 张爱玲的作品在西方 并没有得到认可 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 是她们主要的生活来源 照顾病人虽然疲惫 可对于张爱玲而言 有赖亚在 她就有家 有家就是幸福 张爱玲46岁那年 赖亚赐世 张爱玲再次进入孤独的状态 以赖亚夫人的身份独居 在之后的近30年时间里 张爱玲主要从事 《海上花烈传》等翻译工作 并被聘为 加利福尼亚大学 中国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 从事《红楼梦》的研究工作 20世纪60年代 中国又掀起了张爱玲热 在整理作品时 张爱玲习惯自己动手 从不把相关的工作委托他人 和陌生人很少有交集 1995年9月 74岁的张爱玲 孤独地离开了人世 她身穿红色旗袍 安静地躺在行军床上 被发现时 距离死亡时间大概有一周 至此张爱玲走完了 她曲折的一生 以上就是第三个内容 在这部分 我们解读了张爱玲 在美国的后半生 张爱玲在发表文章时 并未注意到刊物的背景 加上湖南城的影响 张爱玲一度背负文化汉奸的名号 引退文坛两年 她虽然成功付出 但考虑到时代的发展 张爱玲远赴香港 并经香港入境美国 来到美国的张爱玲 事业并不受认可 无奈之下 只好申请文艺营的救济 在文艺营中 张爱玲认识了 打她29岁的赖亚 开始了第二段婚姻 婚后的幸福生活持续不久 赖亚就中风了 在赖亚的反复生病中 张爱玲肩负其家庭的 经济重担和护利工作 在这样的生活重担下 因为精神有所寄托 张爱玲依旧感觉温馨幸福 赖亚去世后 张爱玲鲜少与外界交往 独居了近三十年 最后在公寓中孤独此事 张爱玲在美国的晚年 就像她一生的总结 孤独而又丰富 对亲情求而不得 为爱情奋不顾身 却最终还是与孤独相伴 那难以言说的情怀 最终只能寄托于文字中 好了 说到这儿 这本书的内容就讲得差不多了 纵观张爱玲的一生 亲情求而不得 爱情奋不顾身 努力生活 却最终与孤独为伴 那难以言说的情怀 最终只能寄托于文字中 也映了张爱玲传 这本书的副标题 一个人的倾城之恋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